3月27日 快乐男生 广州 长沙 西安等地面场区的海选报名都已经截止 正式进入到了海选录制阶段 而刚结束海选报名的成都场区 在这几天里也是吸引了众多不同款的男生们 不过不得不说的是 天府之国固然言之就是比较高 虽然前面几个场区的海选报名已经结束 但是昆明场区即将开启海选报名的第三场 云南地区的小哥哥们都可以在3月30号 前往昆明西山区万达广场听听 进行报名参加海选 而因为云南是旅游圣地 所以昆明场区不仅有很多本土选手 同时也是吸引了全国各地 正在云南旅游的小哥哥们前来参与 好 我来自东北 我来昆明玩 沈阳上区目前也已经结束了高校报名 即将于4月2号和4月3号 在新龙大都会开启第二轮海选报名 26号 2011年快乐女生中的人际担当刘信 也前往沈阳进行百人特搜 为大家寻找那个最独特的小哥哥 而天津上区将于3月31号开启海选报名 在天津附近的小哥哥们都可以从3月31号开始 前往天津市南开区 时代澳城采气会生活广场报名 参与快乐男生天津上区 正中上区的海选目前仍在进行中 27号到28号 都将在麦嘎KTV北环店进行海选报名 南京上区的海选报名将持续到3月29号 去毒药之后 快乐女生李斯丹逸 也是来到了南京展开百人特搜 南京的小哥哥们也是很有才华呢 如果没能赶上地面场区 却又很想要加入快乐男生的行列 还可以下载芒果直播 参加芒果云唱区报名 芒果老新闻 说一句很老套的话 行动不如行动 有梦想的你 快快动起来吧 报道